转动轮胎仔细查看有没有变形 拆下不堪使用的气嘴 换上新的黄邪淳老师傅 高龄89岁 脚踏车要打气也不是问题 位于台南京寮老街的静城自行车行 日本时期就已经开业 营业到现在 除了外观依旧古早怀旧 黄师傅当年的工具箱还用到现在 战后初期 脚踏车算是奢侈品地方试生或富裕家庭 喜欢用新脚踏车当作驾装 加上精疗又是商业中心 自行车的生意越来越好 最鼎盛的时期 一个月可以卖出30辆车 日本的车都会来 日本的车都会来 都是经车日本的 对 都是经车 以前车车车没有车牌 才能买车 没车哦 怎么说 那里有车 没车哦 不过自从鸡舌出现 就是一个巨大的转捩点 生意大过明显 没生意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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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大都骑着头发了 走过九十几年岁月 老店虽然不在独领风骚 但黄鞋城仍然坚守着自行车店 老自行车 老师傅 老建筑 成了一幅具有浓浓怀旧感的景象 这次黄鞋城仍然坚守着 cellia 人们工作人员 真正